韩剧跟西洋剧 我都要 今天配合得很好 对啊 录了一段时间了 已经开始熟悉 没有看到对方的眼神了 用心灵教会 真的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爽片 对 最近还蛮多的吧 对 可是应该说其实一直都蛮多 因为我本人还蛮喜欢这种片子的 可能就是平常生活不太不够爽 需要看这种东西来安慰心灵 对 就以暴制暴的这种片子啊 就像每次只要有什么大的案件啊 一定会有一群人出来喊说 不能费死刑 一样的道理 就是大家都很气 就是很气没有办法发泄 对 说真的像郑姐不是很快就被处死刑吗 对啊 可是他真的被强掉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啊 然后勒 这种空虚感 真的啊 因为事情没有解决的感觉 对 但是这些爽片就让我们得到一些安慰这样 对 因为最近比较红的就是模范计程车 纹森索这些嘛 对 因为都算刚播完没多久 对啊 我想说就可以整理一下这样的片单 让大家知道一下 而且它不见得都是在复仇 我这边还有一些 比如说跟公务人员有关系的 也蛮有趣的 第一步当然就是开发的起点 模范计程车 模范计程车它是慢改 所以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它真的很爽 尤其是第一集我觉得啊 它那个节奏真的超棒 因为第一集我就觉得 天哪 这部感觉期待度超高耶 对 就节奏非常快 然后虽然他们都不是那一种 有特异功能的英雄 但是每个人就可以发挥所长 然后一起复仇这样 对 各司其职啦 对啊 然后因为它主要的这个车行 他们想要代理的业务就是帮人家复仇嘛 他们里面有一句台词就很帅 请以复仇代替寻死 对 因为它里面还蛮多桥段是 他可能受到委屈 但他觉得没有办法复仇 或是没有办法宣泄 所以他觉得他好像只有寻死一途 所以他SEO都下自杀 真的 因为很多要自杀人 其实他是需要复仇的 对 那个车行的负责人金益胜 对我来说代表作啦 就是在W两个世界里面 脸被吃掉的漫画家 那出马面有看吗 没有 我知道 但我没有看 因为他就是 发现他笔下的人物 一直反抗他 因为他一直要他死 一直要画死他 然后那个漫画人物就自己活过来 一直自救 然后居然里他女儿都被吸进去 因为女儿是医生 要进去救他们是不是 对 然后他就想说 你是我画出来的 我一定要把你干掉 就想进一步 后来他爸爸就有点着魔的感觉 后来他甚至就是 被他自己的大萤幕monitor 脸感觉是被他吃掉的 就是他脸也跑进去漫画世界里面了 对 那个内幕真的很耳 因为他就是变一个无脸男章 我还想说 他如果从头到尾都无脸 你怎么知道是他演的 对 他是后来才无脸的 对啊 那李立群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那个遗物整理师 大家又很熟了 就是 其实他就应该说 这里面都是一些大咖云集啊 对 几乎都是看过的人啦 你不一定叫我出他名字 但至少你会觉得 哦 我可能在某一部里面看过他们 对 然后因为金益胜 我觉得台湾会有一些人知道他是因为 他除了我刚才讲的 《两个世界》啊 嗯 他还有很红的一个片子 是那个 《施数列车》 嗯嗯嗯 对 他在里面也算是大反派 嗯 但是呢 因为他脸就是长得有点尖尖的 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 因为就是有一些演员 好像就是每次都只能演一些坏人的角色 对 但是他本人是很好的人 嗯 有一件事情很知名就是 他是第一个算是公开称香港的韩国艺人 哦 啊 是不是他有放在不知道Facebook 还是他的某一个SLS上面 对啊 就IG啊 没有 他还有他本人还有到香港去耶 哦 真的哦 天啊 他好勇敢哦 对 而且他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他称香港嘛 嗯 所以他的IG就被写洗 嗯 我想象得出来 对 然后他他真的也是很叛逆 很反骨啦 他被写洗之后 他反而还就是找了整个剧组的人 跟他一起做一些撑香港的手势之类的 继续跑 对啦 韩国人没在怕的 而且那个时候 连帮他按赞的艺人 全部都被写洗啊 哦 对对对 我好像我不知道是他 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件事情 对啊 然后因为他去年 就2020 他有跟凯特很爱的金大鸣一起拍电影 凯特得不到我的那位老公 因为那部电影金大鸣是演一个 智商只有八岁 哦 像小孩一样 对 然后他算是保护他的身父 嗯 那时候也是蛮感人的 然后但是因为 他要演一个弱智嘛 嗯 所以你要知道他在开拍第二季以前啊 他是吃很肥的耶 哦 是哦 对 然后在集资医生的时候又再瘦下来 我觉得他们真的 真的很辛苦 韩国人真的好累哦 对因为我一开始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 我以为那是更久以前的 因为很胖 嗯 但没想到是 机智医生第一季拍完之后拍的 所以机智医生里面所有的 就不知道弯弯啊 异菌啊 他们全部都有帮他拍影片 就是帮他宣传这样 哦 反正大概是这样啦 然后其实模范金人车就是一直在复仇 对啊 但是因为李继勋 他在里面的这个角色呢 他就是为了帮大家复仇 他就要去各个地方卧底嘛 对 所以他就会 有各种伴向 对啊 然后每一种身份都消化得非常好 对 我觉得那也是他好看的点 在模范继承车啊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嗯 就是他里面几乎每一个去复仇的案子 都是他们真实事件改变的 哦 对 这个真的蛮厉害的 就是你看他们真的有那么恶劣的主管耶 你这样讲的话我就觉得 那一集里面的主管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对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邪气的人哦 可以去找一下他的新闻 他好像会收集员工的指甲啊 头发啊 他是变态吧 所以这是真的事件哦 对 真的事件 然后他也真的会逼员工去染那个五颜六色的头发 就是你不是在看里面的主管都染的超奇怪的颜色吗 对我还想说是什么戏剧效果 很像小丑一样 你看他们里面不是你要一直升官 然后被看中 被信任你够邪恶 才能加入的那个高级部门 不是在做一些偷拍的影片 对对对对对 对啊 那也是前一阵子很沸沸扬扬的N号房 哦 那真的很可怕 那里面的人真的都是加入 然后放自己偷拍的影片耶 那真的很变态耶 嗯 我觉得编剧很厉害的是 你看他把这两个事件编在一起 一点都没有违和 再来是你会发现 你看他一开始就有校园的霸凌 再来又有职场的霸凌 对 其实韩国霸凌的事件真的还蛮严重的 真的哦 对啊 然后就连模范计程车的演员 很厉害的女生的骇客那个角色 他原定的那一个是个偶像歌手 他也是因为被人家爆料他 有霸凌别人 哦 对 所以他就被换掉了 他是以前在团体的时候 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有霸凌别人 应该是说他是一个女团嘛 对 然后他以前的团员 就是被他们集体霸凌 哦 真的哦 嗯 那其实他们有一些在网路上的证据影片 都有被放出来 然后他算是发展到特别好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大家也会特别攻击他 然后当然因为那女生还有试图自杀 还蛮严重的 对 然后那女生的弟弟就很生气的 又有在网路上一直爆料一些事情 所以后来那个女生就被换掉了 那一定要的啦 因为这一出卷是一直在谴责霸凌的人 对啊 因为这部戏它本身的意义 就是要阻止这些事件发生 结果如果他们里面找了一个这样子的演员的话 完全就不符合啦 对 然后后来真的演出的这个演员叫表义珍 被换掉的叫纳恩 最妙的是 你看那个韩国的网友啊 就讨厌原来的那一个叫纳恩的女生 讨厌她到就是放了他们两个的演技对比 就是换得好换得好这样 他们很认真耶 还去做对比 对 像之前驱魔面馆啊 很受欢迎的男生 对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心系就被换脚了 有好几个都现在正在发展 然后正要红起来的 都因为这样子 误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各位听众 千万不要再乱霸凌 但霸凌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不对的啦 对 可是我觉得韩国真的是那些尊卑长幼啊 情妇之间那些地位太阶级分明了 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 他们的民族性啊 对 那我跟妈妹有讨论过啊 因为你看艺人 他们可能天生又长得比人家好看 对 他们就可能会被人家捧着走 然后就很容易看不起人家 你看一有霸凌事件 爆出一堆艺人来 他们现在一定很后悔当初这样对人家 会吗 我都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后悔 因为毕竟他霸凌人 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就一定后悔 对啊 我觉得他只是因为这样 而不是因为说 他觉得他做了一件错事 也是 对啊 就是大家对这些事件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路上搜寻看看 我跟你讲 我们家有一个对这种事情 超有兴趣的 就大家第一个 她真的是八卦女性欸 真的 她都一直在追那一些就是 就韩国会讲中文的人的YouTube 然后她讲韩国八卦这样 她的兴趣好特别 她真的对八卦很有兴趣 她会一直跟我讲一些 就是别人家 好 那模范精神承试到这边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 她的内容的时候 可以去对比一下 到底是什么社会事件 你们会很震惊 原来原版的事情 甚至比他们演的还夸张 接下来就带到 就是前一阵子话题度 也很高的文生作 因为我自己是只有看一集 但我看网路上的评价 也是蛮两集的 应该是说 因为她也算是爽片 但是我觉得她的深度 其实没有到 模范机车这样 因为模范机车 其实她带出很多社会议题嘛 对 但是文生佐 她其实就是一直在 想要对抗一个邪恶的企业 这样子 她只有一个目标 对 然后没有那么多 因为其实你看 模范机车里面 就带出很多故事 对啊 对啊 车行里面的每一个员工 自己也都有故事 嗯 对 因为她带到比较多 社会的议题 大众的议题 对 那文生佐 就是一个 小时候被妈妈遗弃 然后被领养到 意大利的孤儿 嗯 对 没有什么 太多的故事背景 所以她也一直在围绕说 她很恨她妈妈 嗯 然后她妈妈也觉得对不起她 其实剩下的就是 对抗那个大企业的故事而已 嗯 然后再也就是 因为她帮了一个有钱人 把超多金条 埋在那个大楼下面 嗯 所以她一直在想办法 把那些人赶走 她想要用比较和平的方式 去把金条挖出来 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 你看她们故事背景 其实比较浅一点 真的 对 然后但是因为 画面的风格啊 然后加上又牵扯到 意大利黑手党 嗯 她第一集的画面 真的就看起来蛮爽的啦 对啊 对啊 应该是说 她第一集就想要去陈述说 她解决事情的方式 就是以暴制暴 对对对 但是就是比较没人性的 哦 她回到韩国去以后呢 算是有慢慢的找回一些人性 但是有一些反转的点 就是在于说 哦 你以为她会改变 但也没有 她最后还是以暴制暴 哈哈 从一而终 当然也是因为 她把她设定成 她是一个 就是黑手党的顾问 律师 嗯 这样的角色 她才能做出很多啊 一般循规盗局的人 不可能去做观众看起来就很爽的东西 比如说还去把那个大企业的药厂 整个炸掉 嗯嗯嗯 没在管其他的 就我爽就对了 对啊 里面还有那种一对三的强战 其实韩国人到现在也常常在讲周润发 哦 对 就是他们都很喜欢看这样子的画面 对 因为 请回答哪一部 我记得里面一开始 他们就在看周润发的电影啊 哦 他们几乎每一部也都有牵扯到周润发 到底有多爱把他指入 你看港片那时候多强 真的 请回答1994里面有个角色 就是他妈妈打电话去跟宿舍里面的阿姨 就讲说 哦 我儿子长得很像张国荣 那时候应该是港片最红的时候了吧 对 然后1988里面是有啦 有一幕就是也是周润发的电影 然后张国荣要死了 快死掉 对 然后他小孩出生嘛 对 然后还那边什么女儿的那个名字 还是什么鬼的 对对对 你就知道那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在看港片 对啊 就是觉得周润发很厉害啊 你不要说这个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那个 good people 啊对good people 他里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他都在现场跟江湖东 他们一起讲品 嗯 他就一直觉得其中一个实习生 像 迪龙 迪 连迪龙他都讲得出来 这个好不主流的人 因为周润发电影几乎都有迪龙在旁边 然后他都是一个忠诚的角色 所以他就很喜欢迪龙 他觉得迪龙比周润发还帅 基本上经过那个年代的人 应该都真的很喜欢港片 真的 你看他们心目中的经典人物 反而都是香港的演员 对啊 所以你看那个1988里面也有一个叫曼玉啊 有祖贤跟曼玉 你就知道多夸张 真的很爱耶 好了我们讲 因为我们讲到这边都还没有讲到他的片名 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他的全名 对不起他 对 因为我跟马妹两个人稍微对这部 比较没那么有爱 我个人比较没有爱啦 对 就娱乐性质来说他还是不错看啦 他叫黑道律师文森作 对 鼎鼎大名的宋仲基 还有陈如斌主演的 然后再来就是郁哲也嘛 之前说过他本来是2PM 嗯嗯嗯 对 然后他第一次演大二角 对 他人生中的大挑战 对对对 其实他在里面他有把他的团员 Nikun跟一个叫燦盛他们的忙内 找来客串 是哦 对 因为他是跟公司说 诶陈远可不可以来客串啊 后来公司放了两个人 结果没想到他们去客串那天 他到外地工作 可是因为他们的戏份 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哦 所以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反而说惊动宋仲基说 诶 为什么他的朋友来 他人不知道 这一段还蛮可爱 好好笑 对 然后纹身佐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 喜欢模范继承车的人 也会蛮喜欢纹身佐的啦 因为纹身佐他也是用一些手法 嗯 也蛮像的 因为像宋仲基他也是要打扮成 就是乔装成各种身份啊 律师还要强装各种身份 蛮辛苦的 对 对 然后因为他又长得帅嘛 其实他在这一处真的有特别帅 大家去比较一下 他有特别瘦 哦真的吗 嗯 他演出那个比较精明干练的感觉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好像不太一样 后来他真的说他减肥了非常多公斤 还是还可以剪 都已经本来就很瘦了吧 哎我跟你讲 我觉得还蛮需要 因为他的脸啊 我以前没有那么喜欢他 就是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是因为他的脸是比较 baby一点的 他是稍微比较有肉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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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奇 奶油奶油 也比较好奇 好奇 我觉得像李一鸣号 就有点好奇 对 就是奶油小生那种感觉 可是他在这一出 就真的比较有线条 脸部的线条吗 还是身体的线条 身体啊 这只好像没有肉耶 有 我都有看耶 为什么没看到他的肉 有啦 洗澡 洗澡可能有啦 可能我已经不记得 因为每一出都一定会有人洗澡 这大家每天都要洗的 对 每一出 那个男主角应该都很习惯的 怎么还没拍洗澡 不是洗澡 就是游泳啊 对对对 应该就是说 我就觉得他的脸 真的长不太一样 但是他的五官又没有变 原来他就是有特别的减肥 让他自己看起来更干练这样 对然后他里面就是有 反正化身成一个白马王子 因为我知道妈妹比较 跳着看嘛 所以我还特地把那一段截取出来给他看 因为那段太好笑了 就是他骑着白马去射又 另外一个gay这样 对BL的剧情我就可以看一下 对然后那个gay就是富二代 他一见到他就一见钟情 然后摆一摆顺这样 那一段还蛮有趣的 对然后有一段也是他化身为 就是很厉害的算命师 那一段也是拍得很有feel 那一幕呢 只要真的很喜欢宋宗记的人 一定都知道就是 因为那一段他们有特别 把他以前另外一个成名做 叫成军管绯闻 里面的特别的扮相 把他因为成军管绯闻古装嘛 那那个算命师也会比较 有点古色古香这样 对所以就把那边的造型 拿来这里致敬一下 对那一段也很有趣 因为那就是他 那个时候要对付的人 就超级迷信 所以就很信他讲了 然后叫他干嘛就干嘛 然后他就说 你要去跟那个坏蛋断绝关系 他就去跟他断绝关系 很灵呀 对我觉得特别可以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我跟马妹两个 就一直在讨论说 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在意大利海 因为他第一集的 那个场面很大嘛 对很厉害的是 他居然没有去意大利拍 是哦 对大家第一集看到全部的 就是很壮观的画面 全部都是CG 也花太多钱了吧 对啊 应该是真的比他们 花飞机票还要贵 对啊去意大利拍 可能还不用那么贵吧 对而且我们还讨论说 其实他里面演技 最难的地方 应该是第一集吧 因为全部都是绿幕 全部都要对那个 空旷的场景拍 对你要走在那个蓝色的 背景前面 然后假装自己走在那个欧市很厉害的皇宫里 哇塞 那他们第一集真的花费很多 对其实大家听完啊 可以再去回顾一下第一集 你会觉得更惊呆 因为真的很厉害 真的让人家看不出来 可是居然是动画 对我真的没有发现 你去你有去过KTV啊 看过一个我们以前都很喜欢点音首 叫彩虹林 我没有点过 搞笑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真的很好笑 他就是有一男一女 然后坐在鞋子里面划船 鞋子为什么 你看那个时候的MV就有CG 只是没有那么好而已 对可以去比对一下 那个烂CG跟这个好CG 好 然后文森卓大概就在这边 那我们大概提一下就是啊 我有约马妹说 疫情结束之后 一定要一起去韩国玩 没有嘛 疫情结束的时候 很多地方要去 对 但是韩国是最近的啦 韩国应该可以当第一站 对 文森卓里面的景佳大厦 因为我们之前讲 遗物整理的时候 我忘记讲了 因为他们两 就是他跟遗物整理是里面 叔叔去打拳击的 那个是同一栋 哦对对对 我那时候有发现 对啊 那一栋其实真的还蛮有feu的 嗯 对 然后也可以提一下说 因为他刚好就在清西川附近 对 所以去韩国玩 很容易就可以去逛逛 哦 清西川是很多人会去的地方吗 一定会啊 因为他们整治的还不错 听说啦 清西川也可能有点像 以前台中绿川这样 有点臭水沟 或者像高雄爱河 对 然后整治之后也不臭了 然后旁边都可以散步 然后他又造景 造得很漂亮这样 哦 所以就变一个约会景点的感觉 对对对 那因为他蛮长的 所以早上啊 傍晚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运动 嗯嗯嗯嗯 然后他那个景价大下大脚看到 里面一看的时候会觉得 是住了很多笑诶嘛 对 每一户都是笑诶 他后来才发现 他们卧虎长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 嗯 对那导演就自己有说 他其实这些的idea 是来自于电影功夫 哦是周星驰那个功夫吗 对 然后他一讲之后就会发现说 诶真的有诶 有诶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诶 对 然后你就在这里又可以再验证一次 说你看韩国人真的受香港电影影响很深 对 止爱 真的 都可以看到影子在里面 真的诶 他没有讲其实没有特别想到 对 但是他一讲就说 啊真的诶 对对对对 很有同感 对香港哪里很开心 好那再来就是监狱医生 嗯 监狱医生这一出我超爱 除了因为我很喜欢男公民啊 嗯 他真的还蛮帅的 诶不过他不是普男诶 他算普吧 他在韩国报里面算普吧 是吗 我觉得他不普啊 真的吗 嗯 好了应该在场 你韩国比较难找普男啊 就是 我已经把最普的 车态圈已经框起来了 对车态圈进大名 因为男公民 他的演技超级好 嗯 然后他以前 都是在演 深情男二的角色 哦是哦 嗯 他也是从有某一部戏 演杀人魔之后 才大翻红 大家真的是 要挑战自己 就是要演杀人魔 对 然后因为 他另外一出 他有一出戏是演 愤怒调节障碍 嗯 对就是他就会 一秒翻脸这样子啊 嗯 所以他后来演技 就受到大家很多瞩目 所以现在几乎是 只要是他演的戏 大家都觉得是 品质保证 哦就很会选戏 然后也很会演 对对对对对 然后监狱医生 真的是看得非常爽啊 因为他在里面 就是演一个 也是有点 暗黑的医生角色 你一开始会觉得 看得出来这个人腹黑 然后很好奇 剧情的发展 嗯 对啊 然后他也是用一些 有点不择手段的方式 去拿到监狱医生的职务 嗯 对 就是第一集里面 也有演嘛 就是演到说 他本来其实是个 非常非常善良的医生 大家就会想要 继续看下去说 为什么 有什么原因 让他变成 极度想要复仇 的腹黑医生 对啊 我觉得其实 我有一集干嘛 可以给他聊一下 韩剧公事 这也算是 韩剧公事之一 对 因为你看一下 医生药汉啊 或者是 金科长啊 嗯 都有点类似 对 但是因为 监狱医生 比较特别的一点 就是因为他也有 以暴自暴嘛 对 对 他里面另外一个 医生的角色就是 金炳哲 那金炳哲 大家第一次看到他 就是在鬼怪 里面那个超级恶鬼 哦 就是古时候就牵扯 怨恨 火很久的那一种 对 之后就是天空之城 在天空之城里面 他的演技也是超厉害 他就也是长着 坏人脸啊 可是我觉得 他也是那种 亦震亦邪的 坏人脸 就是你会觉得 在监狱医生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啦 他就是一个 看起来很凶狠 但是内心很软弱的 那种角色 嗯 因为他在 那个天空之城里面 就是一个 对小孩超级严格 然后小孩什么 都要很厉害 铁面无私的爸爸 对 对 然后可是 在天空之城里面 他最后也是被 枕最惨的爸爸 就是 因为监狱医生 他有点这样嘛 对 被越枕越惨 然后一直想要翻身啊 对 然后又一直翻不过来 对 然后但是有啦 就是会有稍微翻过来 会有他们两个 一直在对决来对决去 对啊 就是两边都在抽 最后一张鬼牌 出来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说我现在我要来了 我要王牌 要出招了 对那我觉得 比较特别是因为通常以暴自暴的戏 比较不会有医生的这种角色 对 因为医生就是救人嘛 对 但是他这却是以医生为主舟的 嗯嗯 虽然说啊 他是在监狱里面发生的事情嘛 对 你就会发现这个监狱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真的 就算他们韩国的不公不义 在那个监狱里面也是一直在发生 对 就是有钱的人 还是可以用钱解决非常非常多事情 但没有钱的人 就是很惨 对 因为有权有势的人 他就算真的被定罪 关到监狱了 他在监狱里还是过得很爽 真的啊 这一出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因为凡有难公民跟金炳哲 就可以说是品质保证的 对 女主要这里面等于是花瓶啊 就是那个 离泰院的全纳啦 哦对 对很漂亮的花瓶 对 看了一下想说 这个人好眼熟哦 真的好眼熟 然后最后才去查了一下 想哦 原来就是他 对因为他就是长得漂亮 然后但是你就会 比较对他没有 记忆性没有那么大这样 对 然后在这一出里面更吃亏啊 因为两个男主角都太强了 嗯 对 然后下一个 我在看三八师机动队之前 嗯 我还不知道韩国有这么多爽片 哦 对啊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超惊喜的 嗯 因为我想说 到底什么是三八师机动队啊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很不上镜 我从来没有去查过 什么是三八师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台湾人来看 他想说 哎 是里面这些人都很三八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三八 所以组成一个机动队 就原来是他们韩国宪法的纳税义务 就记载在第38条 嗯 所以他们那一个要去强制克税的那个team 嗯 就叫三八师机动队 嗯 可是他们算是隶属在政府团队下面的吗 嗯 其实是 就是政府团队是有一个这样的队伍 可是因为他们也是板殊不理嘛 就是 应该是说啊 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税 就收不回来 而且其实就是越大咖的税越收不回来 对 然后这些人就是每天吃喝玩乐享福 然后欠政府超多税这样 嗯 然后里面的角色那个马东石 很壮的那位啊 但是他在这一部里面呢 他是演一个就是循规导局的公务员 看起来很会打架 但是并不会 哈哈哈哈 然后他一开始就是 也是被许人国把车骗走了 嗯 他们那一个就是税务机关里面的人 前仆后继一直被许人国骗钱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逊 对 然后就是在种种原因之下 循人国就说服他跟他组成机动队 然后去帮他把那一些欠税的人钱骗回来 哦 所以他是把他们的钱骗过来 然后缴回政府 对啊 因为我也很喜欢循人国嘛 所以我自己的笔记竟然写说 政可谓是韩国的廖天丁 对 你把他捧好高哦 劫际屁 没有韩国就说我不用哦 这个称号乖乖 没有想当廖天丁 然后那个马冻屎说 那我就是昂姑哦 哈哈哈哈 可是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些爽骗的会一些很帅气的东西啊 像刚才不是讲说 请以复仇代替寻死吗 对 那三八四机动退啊 是他里面他们每次诈骗成功的那一刻 嗯 然后马冻屎就会出来念他们那些宪法的内容说 你的税务已经缴清了 就他们的钱被骗走的同时 其实他们是已经把他欠国家的税 缴清 恭喜你 对 那这些人也没有办法去报警啊 因为他本来自己就不是合法的 对 然后他这一出也是跟很多韩剧公事一样 嗯 他就是会从 看起来很厉害 然后后来发现他只是一个小的 然后越骗越大咖这样 嗯 就是往后再越骗越大咖这样 然后越看越爽 就是反正最后一定有一个最高阶的 对啊 反正许人国在这一出也是超级帅 嗯 对很推荐喜欢许人国人去看 玛米上次看了也是 也发现其实他长得也是 不是那一种正统的帅哥啊 嗯 对 他眼睛也是有一点掉掉 邪气对不对 对对对 嗯 上次好像就是有观众在骂他丑 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到丑吗 丑这么 有点太过分了 因为他常常就是被赋予 非常帅的角色 哦 对 然后他就说 对啊 我的确就是那种有时候看 好像很丑 然后有时候看什么很帅的那种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没有 我觉得他发型还蛮重要的 对应该是说 他演技真的很好 因为有一部戏我比较没有推荐给大家是 嗯 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星是不是 那好像也是翻拍日剧的 哦 难怪我觉得我听过 对 然后他整部戏其实比较灰暗 可是 原果把他里面那一个 有点邪气 又有点忧郁 阴暗的角色 演得也是超帅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我应该不是第一个 一去看果然真的很多 梅亚 因为那一出觉得他很帅 你也是梅亚 但是因为他演技就是真的很好 他就可以把这些 就是导演希望他诠释出来的感觉 都诠释得非常棒 嗯嗯 而且大家不知道 其实他是歌手出身 他也是Superstar K 第一名出来的 嗯 因为难怪我有查他 就是好像没有太多戏剧的作品 真的哦 对啊 我第一部看到他演的 其实就是《请回答1997》 嗯 之后就越来越多了 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难 嗯 你就知道说他们就是有 真的在钻研 怎么把戏演得更好这样 嗯 再来就是坏家伙们 我也很推荐麻妹看 因为这个也是看起来爽度很高的 那你一看这个片名就知道 他就是找了一群坏家伙 去治坏家伙 对啊 然后他在铺陈的时候呢 就是会把这些人叫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看 哦他有多坏 他有多坏 好 然后坏家伙们呢 其实他在电视剧是有两季 只是第二季 他跟第一季是演员也换掉 然后剧情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没有放在这里讨论 哦 所以只有片名一样是不是 对 他就知道坏家伙们 坏了二 没有 其实 他里面还是会提到一些第一集的人 嗯 对 然后但是电影版 就跟第一季的演员也一样 然后内容也是有相关的 哦 里面有一句台词 很符合我们今天的宗旨 因为他台词就开名利中 就讲说 我如果奏善良的人啊 那个就是暴力 嗯 可是我如果奏坏人 那就叫正义 哈哈 就是我们讲的以暴制暴 对 然后孙女叉坏家伙们 他第一集 直接就是在监狱里面找厉害的人 哦 像马东时就是很会打架的啊 然后蒲海正就是演 很聪明的 嗯 对 然后在里面又有一个职业杀手 嗯 就因为其他演员还有金向忠 嗯 跟赵东赫 对 对 其实他们几乎都是硬笛子演员 而且像赵东赫几乎都只有演电影 哦 我觉得OCN很厉害的是啊 你硬要说他们算小台 可是他们的戏都是京东很大咖 所以他们的戏其实应该就都是算品质比较好的 对 我觉得就是剧本啊 演员啊 嗯 导演啊 就是会吸引这些大咖愿意来演的 对啊 电影班的演员啊 就是除了原本的电视剧里面叫疯狗的金向忠 嗯 还有拳头嘛 东时 嗯 但是还有再加入小鲜肉 嗯 就是凯特很喜欢的张基隆 哦 张基隆 因为马蜜他那个时候 我刚才讲张基隆的时候 他就很疑惑啊 想到谁啊 对啊 我说你居然不知道张基隆 他是大名鼎鼎的基隆 想要找来当代言人的张基隆欧巴 我觉得基隆想出这个真的很有梗 对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外线市的阿妹亚 全部都很羡慕 他说天哪 为什么没有叫台北的欧巴 他们现在全部都要移民到基隆了 我有特别在解释啊 因为我如果跟马蜜讲到我喜欢哪个帅哥 他就会觉得很疑惑 因为我就只喜欢普男嘛 对啊 后来我就跟他解析出来说 因为我发现我喜欢帅哥 我就把他当成一个艺术品的欣赏 人花瓶 对 我没有放感情进去 我对普男才有放真感情 要结婚的都是普男 对啊 然后电影版还有一个可以提一下 就是电影版的女生有加入金亚中 台湾人应该就比较多人知道他 因为他就是丑女大翻身的女主角 对啊 然后他也是大中奖的影后 然后他除了很漂亮之外 就是演戏也演得非常好 而且丑女大翻身你知道怎么得到这个角色的吗 为什么 他真的跟原型长得差很多 他就是跟原型差很多 但是又非常自然 就是跟他在戏影里演的一样 哦 对 然后当然啦 再加上他的演技也很好啦 他跟普敏音一样 就是完全没有避讳 嗯 就承认他有整形就对了 我觉得要是我会很骄傲啊 我成的多成功啊 我花那么多钱 真的真的 我就觉得 如果啦 不管是我的朋友 还是我的亲人 我都会觉得 嗯 如果你可以变成这样 那我赞成 是不是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风狗金像中 还有另外一部 以暴自暴的戏 嗯 还蛮值得一提的 只是因为他的时间 比较久远一点 我就没有把他放进来 嗯 就是城市猎人 嗯 是日本漫画的那个城市猎人吗 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啊 我听到城市猎人的时候 我想说就是日本漫画嘛 嗯 然后看了以后就想说 不对啊 好像不太像 嗯 可是我觉得那是韩国人改编 会改编成功的原因啊 因为他们都放了比较多 自己文化特色进去 嗯 哦对 韩国版城市猎人的梦破 也是叫一个韩国的名字 蛤 不是叫孟波 他可以叫韩孟波啊 蒲孟波 对 可是你看了以后 你也不会觉得他把它改造了 嗯 那一出非常好看 就是凯特本人觉得 这是李敏昊最好看的一出戏 对 然后其实很多人看很多遍 我懂 嗯 我这次因为以暴自暴关系 我想到那一出 那我做了一下功课 然后我发现 哦 超多人对他赞不绝口 看很多遍 哦 是哦 对啊 然后那一出镜像中也是很厉害 反正你看了以后就知道 为什么他是 我说他是硬底子演员 因为他长得其实就是像警察 可是他那个时候演坏蛋也演得很厉害 哦 他在里面是演坏人 对 就是有亿正亿血的角色 嗯哼 然后顺带一提啦 居然城市猎人听说改编最成功的是法国版 到底城市猎人被几个国家买走版权啊 这我倒不是很确定 就我本人也很喜欢城市猎人啊 对啊 小时候都是看那个卡通吧 对啊 因为他就剧情也好看 对 然后里面就俊男美女这样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坏家伙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完全连编导 嗯 跟团队全部都是384机动队的团队 哦 做太好了 直接拿过来用 嗯 因为他就是节奏非常明快 然后动作戏也很漂亮 嗯 我觉得如果跟凯特跟马妹一样啊 就是喜欢这种看起来很过瘾的 然后动作戏很好看的 还有带一些推理成分的 然后又不喜欢爱情戏的 哈哈哈哈 好多附加条件 对 我就激推 激推这个坏家伙 对 然后再来这一出就更特别的 也就是 我的应该就是我的理想型第一名 车太炫主演 普南第一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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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罚外搜查 在 Friday可以看到 片单不是都会有封面吗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图 想说 哎那个 该不会是车太炫吧 他点进去真的是 我就马上看 完全不管 三七二十一 哈哈哈哈 选人不选片 对 然后 我是因为这次做功课才知道 这一出居然是他第一次演刑警 他感觉还蛮适合演刑警 对 因为贪污变很有钱嘛 对 所以他就是因为害怕贪污 然后留下来这些钱 他就觉得他不应该 就是拿来自己花 他就把他全部拿来办案 哦 有一幕很好笑的是 他遇到一个很有钱的罪犯嘛 就是他要去打击的人 嗯 说自己很有钱的时候 他说 你要比我钱是不是 还是打电话给他妈 说哎妈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可以花 然后他妈跟他讲 他说 哈 我已经这样拼命乱花 为什么还剩这么多 到底怎么说才能花完啊 好羡慕哦 我也想讲这种台词 他在那边到底怎么说才能花完啦 你知道他每次破一个案子啊 给他们的酬劳 因为就有一群也是很厉害的人帮他嘛 所以他给他们的酬劳啊 居然都是破译 当然是韩元啦 但是破译韩元都是很夸张 真的是钱太多 所以他也是不是很相信警察制度嘛 你看他爸那个样子 然后他也觉得 以警察这样子循规道具去办案太慢了 所以他几乎都是单独行动 但是他单独行动并不是真的单独啦 因为他就是有一群在法外 跟他一起搜查的人 就是不是警察的人 然后一开始就会看到他就是带着打手 那些可能就是黑道 然后超会打的人在帮他 然后后来就有就是马妹一直觉得很奇怪的那种 就是办案节目的记者加入 又出现了吗 对因为他们也是在办案现场遇到 然后彼此差点耽误对方 因为那女的在做办案节目很久嘛 就发现他有一些人脉 比如说他找的撤写师也很厉害 他去找的法医也很厉害 你想说为什么他可以找法医 他都不是找法医 他就去找一个在帮大体化妆的人 然后后来还知道说 他以前其实是法医 所以他才这么了解尸体 所以这一出的编剧 他在里面的人物组成就很有趣了 这些人当然后来就跟他一起在办案 然后发生的种种故事 但你听到这样的内容就知道 他就是以暴自暴啊 里面那几个打架的真的很会打 对坏人都被打得烂这样子 这样其实还是爽片啊 真的很爽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他们里面的人向心力超强的 我都不会分开也不会有人背叛 因为他们每次都拿到超多钱 有钱紧紧扣着他们 很棒 对啊 我觉得这一出我也很推荐马妹看 就是看的心情会很好 感觉得出来 因为凯特看太多韩剧了 终于有遇到 就是以暴自暴马妹有看到的 没有 因为前面我觉得OCM有几部戏 应该都是在我开始看韩剧之前播的 应该是应该是 所以我都没有回头去找 但这部终于是我看韩剧之后播的 所以我有看完 诶 听你这么一说是 因为你想看说 坏家活动已经是之前的嘛 然后2014开始 然后384就更早了 可是你是voice才开始看的 对啊对啊对啊 对 我可以原谅你 错过很多都是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啦 对 那可是player我也非常推啦 因为他的画面其实就很美剧风了 对 而且他的节奏很明快 对啊 然后宋承献也是凯特觉得很帅的帅哥 当艺术品的那种 也是花瓶 对 但他自己也蛮喜欢接OCM的戏 OCM的戏 对你不觉得很妙吗 他没有那么长演 应该是说比较长演电影 比较少演戏剧 可是每次出现就常出现到OCM 上次讲的Black也是啊 对啊 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挑战自己 应该是 就想要一些比较色彩鲜明一点的东西 因为平时大家看到他都只想谈恋爱 没有 我看到他都只想到屁股 对 因为妈咪当初一直在跟我讲人间中毒 对 看到他的表现之后就迷上他的屁股了 对啊 而且我觉得 因为其实他跟女主角算是外遇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两边都外遇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全世界人都很体谅那个女主角 说没办法啊 看到这样子我也忍受不住 然后我还有跟妈妹讨论说 哦 而且你看他们在车上的那些画面啊 哦 不像有一些都拍得很暗 那个车上都还蛮亮的 很好看 那个光打得有多足 生怕你什么细节也没看到 他真的是 因为你知道 韩国很重视这一类的情欲电影的画面 其实他们真的拍得很好看 对 他像这部虽然是讲外遇 但他就是拍得很唯美 不会让你觉得 哦 天哪 你们真的是惊世骇俗 对对对对 就是很鼓励 就是小孩子睡了以后夫妻可以一起看 我还以为你要鼓励什么东西 害你吓得一跳 对 我想说 哦 糟糕了 你要惊世骇俗了 没有 你一定在心里想说 哎 我要剪掉 我要剪掉 马面现在很厉害 现在都她在帮我们剪的 对 因为我们的御用剪接师阿胖 她最近在忙其他的东西 工作满当 然后马面很厉害 她就说我来研究看看 她突然就变超会剪 动作又很快 她刚才想说 她讲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 我要剪掉 这边先记起来 几分几秒我等一下要弄掉 对 好啦 那讲一下player 她其实宋承献之外 女主角是郑秀金 嗯 对 凯特可以介绍她一下 因为她以前也是女 诶 她是女团出生吗 对对对 她也是SM的女团 叫FX 嗯 因为我不太追她们的团 我不想我们念错 如果念错她的粉丝 再原谅我一下 不过因为她们团已经有点算解散了 哦 是哦 对 然后她姐姐也很红啊 就是以前少女时代的Jessica 嗯 因为她在Crystal嘛 所以其实以前 我们也是看到大家翻译 都是翻水晶 水晶其实蛮符合的 对 但听起来有点爽 对 最近Netflix刚好有上她的电影啊 叫酸酸甜甜爱上你 嗯嗯嗯 对 就是她跟张基隆一起演的 对 所以马妹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知道我们的基隆代言人 长什么样子 你看基隆跟水晶也清晰 对 大家就说 诶 这次是台语片吗 那被第一次引进台语偶像剧 就是这一部 好好笑 基隆跟水晶 好好笑 对 不过听说酸酸甜甜爱上你 她好像就是演让人家很讨厌的小三 哦 是哦 听说了 我还没点进去看 因为片名听起来感觉是那种少女片 哦 因为她有两个女主角 那她好像就是小三的那一个 哦 对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因为她在韩国的票房好像还不错哦 所以Netflix还很快就上了 哦 了解 好 那马妹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Player这个的剧情 那宋承现在里面就是演一个天才诈棋师 他其实就是小时候家里有一些事故的原因 他就决定要复仇 所以他就变身诈棋师 然后找了一个团队 郑秀金 他在里面就是扮演非常帅的赛车手 哦 对 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真的很帅 对 而且你看他长得又很正嘛 对啊 然后头发这样飘逸 就是他开车真的超帅 对 男生一定都没有办法抵抗 对 我要想要顺便讲一下 就是郑秀金他在机智监狱里面 他就是男主角的女朋友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也有稍微认了一下 因为他两边的扮相差蛮多的 对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他真的有钻研他的演技 这几年真的有越演越好 他在机智监狱里面也蛮讨喜的 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 他们好像还有另外两个队员嘛 对 有一个是退休的拳击手 所以他非常非常壮 哦 真的超大只 对 因为他听说为了这部戏 还特别真重30公斤 对 就是他真的就是 以前我们每次看漫画 画那种大只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是这种身材 但他就是 真的是 就是那种手臂没有办法合起来的那种人 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非常壮啊 然后他这里面就是专职打人的 嗯 所以武打戏都是靠他来 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诈骗集团最需要的就是骇客 对啊 全部都需要骇客 对 你看来这每部戏里面几乎都有一个骇客 对 讲到骇客就就可以讲一下 那个384机动队里面的骇客也是很夸张 怎么说 他还可以骇进那个地震事务所里面去 就是弄出假地级成本 对 他就可以害人家以为一块烂地是好地 才可以诈骗到人家买地这样啊 我觉得骇客真的很方便 对啊 骇客是真的很方便啊 我觉得你 我觉得骇客很可怕 他可能可以帮你考到台大 对耶 骇客真的是一个亦正亦邪狠角色 韩剧里面啊 还是说韩国现实中也是这样 其实我不晓得 但是因为韩剧里面常常演到说 就是有钱人 他们做坏事就可以用钱去 可能买通警察 或是买通法官 就让他们逃避那些刑者 我觉得好像真的有 你想想看他 韩国的前总统蒲警惠 对对对 他好像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都啪开 然后他才下台的 对啊 之前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 就是大韩韩国的千金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耶 他就只是为了一包花生米 还是米果 反正不是每次贵宾是 你说会送的那一包饼干吗 一上去他都会先怕他们 就亏待贵宾 然后先给他们一包嘛 对 他就不知道为了什么 反正就只是为了一包 那个叫一个空姐下跪 还叫飞机开回去 有病哦 所以闹超大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事件 也是因为这个事件 让我知道说韩国人的有钱人 真的这样无法无天耶 所以这些写的都是真的哦 真的 我觉得超夸张耶 就是他们真的不把人当人看 而且人家飞机上有多少人 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然后就因为你为了一包花生米 再不爽 又回头 小薄耶 对啊 那就还好现在网路发达 所以这件事情他们被骂得很惨 你就知道说以前如果没有办法 就这样爆料出来的时候 他们更夸张了 真的就只能默默吞下去 难怪他们现在要做这么多这种复仇剧吗 就是算是报复这些有钱人的感觉 对某种程度就是要把这个社会现象演出来 因为他们真的太多这些事情了 对啊 就像他三八四机动队就是他们明明有钱 却不缴税一样嘛 对啊 某种程度应该就是说他们藏了很多秘密资金 他们既然是秘密资金 他们一定也没缴税啊 甚至不干净的钱 哦 黑钱啊 对啊 对 所以他们就是想尽办法把这些钱骗出来之外 他们也把他们扣到警察局去 让他们去服他们应该本来就要服的罪行 对 因为我们平常根本就惩罚不到坏人 嗯 对啊 所以看到这些戏说真的就是为什么叫爽剧 真的爽度很高 对 因为你平常如果生活或是工作中有一些不爽的事情 其实可以看这种剧来消除这些烦恼 对 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模范计程车 嗯 对啊 大家如果就是喜欢比较轻松一点的复仇 嗯 就是说他在复仇里面呢 还是有一些好笑的成分在里面 就看前十集就好了 对因为他后面换编剧了 我们就是我跟凯特都觉得有一点跟前面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看完 对啊 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可惜啦 但是其实有一些可能他们的艺术的细胞比较高一点 嗯 体悟比较高一点 对 他们就说哦 他们赞成桃源的想法 他们也觉得已经开心这么久了 那应该要沉重一点了 哦 所以他就从第十集之后 他的节奏就变慢 然后变比较沉重 嗯 对因为他前面其实因为 李帝勋他各这个身份的扮相都会搞一些笑 对 我还蛮喜欢那样的 他还是有爽的感觉啊 你就是复仇的很郁闷我不喜欢 对啊 复仇就是要爽 结果还很难过 对啊 那希望OCN多拍一些这样的剧 应该是说这几年OCN就没有类似的爽剧啦 好像比较少 像近期我其实都没有看到什么 希望他还是可以再多拍一些这种 以暴自暴的爽片 对啊 疗愈一下大家的身心 然后因为我跟马妹聊啊 马妹的美剧真的看得超级多 美剧有一些以暴自暴的片子也还蛮特别的 对啊对啊对啊 好像也可以找一集来说 可以 因为美剧比较没有道德束缚 真的就很奔放 对 有点无极限 对 所以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 他们好像都可以做成剧 像光是毒品的剧其实就超级多 对啊 好像上次因为我妹知道马妹喜欢盆子啊 然后她就会叫我推荐马妹看什么戏 然后她又问我说 马妹不知道敢不敢看 然后马妹还会很呛呛的贴了一张 整个画面都是写的说 你跟她说我最近在看这个 对 然后说哦那个还好 应该没关系啦 我都可以接受 马妹给我看一下 刚刚一张几乎在下写江雨的照片 这真的可以 请专家马妹跟我们好好来聊一集 对我们改天再来聊一下 关于美剧方面的 以暴制暴 对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强调说 我们道德没有极限 因为所以他们的暴会超级暴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是暴头 不是暴的 哦对啊 不要以我以暴制暴的暴 是小暴 是暴头的暴 是有火字变成那个直接爆开的暴 对好啊 期待下次马妹跟我们分享 好 那大家记得喜欢的话要订阅 加五星好评 好啊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